原标题 原始皇修建了一年的阿庞宫 在此期间 他与项羽一样 有幸沾染了始皇帝的超强气场 与赫赫一丈 不过 项羽当年对此表现的是不屑 刘邦表现的 却更多是震惊与厌线 所以 他在人群中凯然常叹道 接呼 大丈夫当如此矣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 仅仅五年后 刘邦这个貌似白日梦般的目标 就实现了 而今 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秦三世 盈盈就跪倒在他面前 磕头如刀钻 美梦成真 刘邦感到一阵阵晕眩 那种感觉 好美妙 犹如三四十年前那久远的初恋 刘继的初恋是谁 历史上已不可靠 他和吕志结婚的时候 已经三十七岁 之前 恐怕已不知经历过了多少女人 并且还有一个婚外的儿子刘肥 树将一事 后 部下有人建议诛杀盈鹰 刘继拒绝了 他说 只怀王前我 故意能宽容 且人已将 杀之不详 刘邦与将宇不同 他与情人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刻骨仇恨 他只想做一个征服者 而不是一个复仇者 于是刘邦派人将盈鹰及其他秦国高官都看管起来 然后率军入城 咸阳 这座自从建成以来 从未被攻破的天下第一大都市 在公元前二百零西年的寒冷冬季 终于被扒开了他神秘的外衣 赤裸裸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从东方来的征服者们面前 欲起横沉 刘邦手下一军如狂 他们冲进了秦帝国的府库 坐地分赃 将里面的金银财宝一抢而空 这就是他们作为征服者应得的奖赏 这些人大多出身贫贱 天下大乱之际提着脑袋奋斗 奢望他们拥有什么洁身自好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 未免有些不切实际 出灭暴秦就泯于水火只是表面功夫 关键还是得让劳苦通高的革命者们 先富起来 刘邦管不了 也不想管 因为他自己也在纸醉金迷的咸阳宫殿内 彻底迷失了 富丽堂皇的公事 伪仗 稀奇古怪的真心 益寿 眼花缭乱的金银 宝物 美女 无一不是能令世间豪杰为之 销魂石谷的致命毒药 怪不得人人都想当皇帝呢 当皇帝真是好啊 要什么有什么 想干嘛就干嘛 我刘济一生的尝此滋味 此意无憾 如果刘邦继续这么堕落下去 大汉王朝也就不会在中国历史中出现了 还好 肖和 樊快 张良 这三个难得清醒的杰出小弟 关键时刻给了刘邦一生当头棒喝 首先要感谢肖和 正是他在混乱之中 抢救出了秦政府典籍 其中包括秦朝的法律文稿 地理图册 以及帝国的土地 户口 税收等珍贵资料 这些资料向刘邦展示了天下的山川要塞 人口分布 诸侯强弱及物产资源的详细情况 为他日后争夺及统治天下 提供了丰富的情报资源 图 汉高祖入官图 宋诞画家赵伯鞠后来 刘邦在成为汉王后 彻底废除了处置 而根据肖和提供的资料改一秦制 是为汉成秦制 刘邦集团大多是楚人 但这些楚人在灭秦以后 却并没有与秦人产生矛盾 反而成为了秦人的政治代言人 日后刘继统一天下 也大多是靠了秦人的力量 战国时代秦灭了楚 秦末楚灭了秦 汉书刘邦又率领的秦人灭了楚 到最后天下都成了汉人 再无秦楚之分 到底是楚人灭了秦人 还是秦人灭了楚人 还是汉人灭了秦楚呢 这真是一段奇妙的历史进程 其次要感谢凡快 没想到 这个从前只会屠狗和屠人的莽夫 近颇有政治心机 他劝刘邦说 佩公欲勇天下爷 将为富家翁焉 凡此奢利之物 心心所以王爷 佩公何用焉 愿吉孩罢上 无六宫种 刘邦不听 他一面舒服的抛着脚 一面美滋滋的接受着秦宫美女的案 我 殷孝道 有什么话明日再说 乃公自觉困倦 今夕便在此一宿罢 依稀 爽灾 美人你的技术真好 凡快为之气节 只好求助的望向张良 张良便道 秦为无道 故佩公得至此 复卫天下除残费 以先搞肃而抚民心 今宫使入秦 其安其乐 此所谓助劫所女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 愿佩公听凡快言 刘邦一生最大的优点 就是虚心二字 他听了张良的忠言 立刻对自己的错误行为 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当下便离开秦宫 让宫里的美女独守空归 而将军队退出咸阳 挨军霸上 一个月后 在萧和张良等人的耐心教育下 在政治上 以全面成熟的刘邦召集了 关中的父老豪杰 宣布了他的全新施政纲领 父老苦勤科法久矣 诽谤者足 侯语者气势 吴语诸侯曰 先入关者亡之 吴当亡关中 与父老曰 法三章二 杀人折死 伤人击倒 抵罪 于西处取秦法 利免皆安度如故 凡无所以来 为父凶除害 非有所侵报 无恐 且无所以军霸上 带诸侯誓而定要恕而 这就是楚汉之记著名的成语 与约法三章点出之处 从这段施政纲领中 我们可以获取以下几个信息 第一 作为先入关的征服者 依据怀王之约 刘邦决定当仁不让的称王关中 第二 去除秦法 约 新法三章 杀人偿命 抢前有罪 商人坐牢 当然 这不过是一句政治口号而已 并非真的要全盘舍弃秦国的法律 否则 汉成秦治从何说起 故所谓约法三章 其实只是空投支票 真正实施不可能 否则商人急到底罪 刘邦义军入城抢掠 遇到无益 难道也通通都抓起来治罪 第三 从前的秦力 继续做官 不做调整 其实 日后汉朝的很多高官 都出自秦朝的将臣 比如汉出重臣丞相张苍 原先就是秦帝国统计部门的财务官 第四 为不扰民 驻军霸赏 等待各路诸侯陆官再继大事 实书记载 刘邦的演讲完毕后 秦民无不欢声雷动 他们纷纷在歌在舞 杀牛仔啊 感谢刘邦这个救民于水火的伟大革命领袖 刘邦根本看不上那几头破牛羊 真正值钱的东西 他早从秦国府库里抢够了 与其摊这些小便宜 不如表现一下自己的高峰人节 树立一下自己的高大政治形象 于是他毅然决然的拒绝了秦民的馈赠 深情的说道 倉素多 非法 不欲费民 实书记载 秦民从此对刘邦死心塌地 唯恐佩公不为秦王 看来 刘邦在政治上的确成熟了 说满人心 这是政治家必修课程 可惜项羽不爱学 也不信学 所以我们说 项羽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在武艺上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在军事上他是专家中的专家 然而在政治上 他比三岁的小孩还幼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